铁岭大葱 老头吃的变小火 老太太吃的水水灵灵 买大葱啊 哎 买大葱这个 这家屁你心里太神了 真的假的 什么话真的假的 你没听说有句话吗 铁岭大葱开颜算 胡萝导的姑娘最好看 你讲的没用了 你这大葱真这么好使啊 那可不我跟你说 吃了我大葱至日百病 是吧 那可不 楼台的主持人余杨 知道不 吃了我的大葱 那个刷的长 那脸刷的长 真的假的呀 那可不 那我问问他去 你问问 哎 你这脸是吃大葱吃这么长的 你没听那哥吗 甩大葱甩出来的 哎呦我 我信了 太胖了 你妈呀 要是吃大葱 把脸吃成这样的话 那我还买的大葱干好呀 哎哎你等我回来回来 啊 我告诉你 你吃完这大葱 脸儿变长了 你再买我点大蒜 还能吃回来啊 不是 哈哈 不是你这人落车 咋子 标的糊的 你是不是有点不吃素啊 什么话呢 不吃素 哎呀妈我上学前数学就没得过第二 别吹了 那你什么 你这别别别省得用不着的了 嗯 这个大葱多少钱一斤呢 这一块十斤 十斤 卖十块钱 合上一块钱一斤 啊一块钱一斤 啊一块钱一斤 对啊 太贵了 那边卖八毛 八毛不卖 你站立吧 我给你九毛 我都包圆了行不行 我妈来都一块 一块钱一块钱 一块钱 一块钱也行 那我问问你 那你要是一块钱 我要买一斤一两 多少钱呢 一斤一两 一块一呗 一块一 哎我买一斤一两 一块一哈 嗯 那我要给你两块二 你得找我多少钱呢 我找你一块一呗 那我给你三块八呢 我找你两块七呗 那我给你九块二呢 九块二就找八块一呗 哎 那我要给你五千六百七十八块二呢 我 我 我就留一块一 一斤一斤都不要 你 你是来买大葱了 你是来斗了 不买赶紧走赶紧走 咋说话呢 我就是把你大葱来的 那什么我这葱我封开买行不行啊 不管咋买 和尚一块就卖 行那给我从前切开吧 就这块 干啥要切开呢 你这人有意思不啊 你不说你咋卖和尚一万钱就卖吗 我这这一半下来 这半我给你五毛 那从前呢 五毛啊 也能和尚一块是吧 卖卖吧 和尚一块就卖 赶紧抓紧时间给我切开 回家等候差 切完可得买啊 告诉你啊 你要给我差这可不行 就这块哈 行 你把这个我就买 这么买我好装 来 我咬要多少斤 高点的啊 八斤啊 看着吧 这个波音就调起来了 行行行行 高高的啊 这是 这个是二斤啊 看着吧 行行行行 算这儿吧 算这儿吧 这个是 八斤 五毛钱一斤 对 多少斤 五八四块嘛 这个呢 二斤二五一块 加一块呢 五块 哎呦 太厉害了 我打小就不会算账 我告诉你 我终于接着终于认识个明白人 我告诉你 你讹着卖大葱 你都摆下那人了 这 钱可找得 哎呦 对对对对对 对不起啊对不起 忘了忘了以前了 那什么 你看看你跟我压礼了 那是我的 那是我的 这是我吧 行行行行 夏威买大葱 我快找你啊 哎 他明白了 我这是做马们把我坑了 我要上学的话 数学家就得气死 八斤葱白 二斤葱叶 十斤 十 十 十斤应该卖十块啊 我怎么卖五块呢 不 葱白 葱白 八斤 那个八 五八四四块 对 葱白 二斤二五一块 对啊 哎呀 这这 我怎么少卖五块钱呢 我是多卖 还少卖了呢 你看 梁老师赶紧还查呢 你查你咋算的你 哎呀妈 你电视评论一个钉 这张你也算明白了吧 我还得找我师傅 我师傅肯定比你强 最次也是商学院毕业的呢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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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